讨用市在前些年给大家推荐国产汽车品牌 估计大家都会选择摇头拒绝 毕竟在当时国内国产汽车起步较晚 也没有什么国外车企那么完善的技术体系 与其他故障率高的车不同 国产车坏的地方都各自不同 原因就是国产车起步晚 各项技术融合不完全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款车 它比思域还漂亮 起售价只要8万块 看了外观就想买一台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辆车 正是独特设计语言的奇瑞新车 8万起售颜值比思域高 早期的国产车大部分都会选择借鉴国外品牌设计理念 但是现在国产车纷纷转投自然市场后 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大多都配合了自主创新的技术 而这款奇瑞爱瑞泽JX 虽然就是奇瑞的爱瑞泽5的升级版 不过它却选择了自己重新设计 整车看起来棱角分明 车的前脸被中间一道镀隔装饰长条分割 大大减轻了对于黑色山格带来的压抑感 并且赋予了其一定的科技感 爱瑞泽JX聚集尺寸尾长度为417.0厘米 宽度为182.5厘米 高度为149.0厘米 比起本田思域有在竖直上略微的优势 腰线从车头到车尾一起合成 勾勒出十足的运动感 尾部的设计与前部设计有所相似 可能是为了衬托对称美而设计 实际表现来看确实不错 而此次的爱瑞泽JX 内饰方面较之前的产品有了非常可观的提升 内饰采用了双色皮质搭配的设计方案 中控仪表盘等变得更加独立鲜明 不得不说盖住车标让大家来猜 可能大家都难得猜到这是一辆国产车 而爱瑞泽JX的动力系统则是选用了 最大147毕马力的1.5T发动机搭配CVT变速箱 这款车的售价在8万块钱左右 价格也的确比较合理 喜欢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